孙中生先述说过 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 能够统一 全国人民便享福 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 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大势所决定的 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 正向孙中山先生所说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 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我们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两岸同胞都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共同创造祖国完全统一 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 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 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 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 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凡是数典忘祖 背叛祖国 分裂国家的人 从来没有好下场 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 和历史的审判 台湾问题 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 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